前面的兩次是沒紀錄的 第三次他就是來逛了夜市 但是那一天人很多 所以他沒吃到東西 逛了一個多小時沒走 因為都要排隊 他就回去了 然後隔天又要想來 隔天讓我很感動的是 他就帶了他的媽媽跟爸爸來 到夜市來吃歐巴煎了 那個懷念的職位 可能他爸爸以前兒時的時候 因為住在附近過 所以一定有到雲丸上面吃吃歐巴煎 所以這次他的演講 特別談到雲丸上面的歐巴煎 他記憶中最深刻的 就是雲丸上的歐巴煎 大哥我想問一下就是 黃恩勳來臨下夜市有三次 差不多 有紀錄的是三次 其實他私底下跟我們講 他已經來了五六次 前一兩次都是私下他自己逛逛 那時候認識的人比較不多 然後他也沒有到老邊 吃東西買東西 然後到了我們最近的這幾次 是有紀錄的 就是他去吃了一個水果 鼓勵那位大哥 有詹記錄那個水果切盤 然後第二次就來了 那個沙拉船的那個大姐 然後他覺得這些大姐很認真在工作 所以他買了以後又多給了一些小費 然後第三次 我們有紀錄的喔 剛剛所有人有紀錄 我前面的兩次是沒紀錄的 然後第三次他就是來逛了夜市 但是那一天人很多 所以他沒吃到東西 逛了一個多小時沒走 因為都要排隊 他就回去 然後隔天 就又要想來 那隔天讓我很感動的是 他就帶了他的媽媽跟爸爸來 到夜市來吃歐巴煎了 那個懷念的滋味 可能他爸爸以前 兒時的時候 因為住在附近過 所以一定有到 野館上面吃吃歐巴煎 所以這次他的演講 特別談到野館上面的歐巴煎 然後他爸爸 帶他爸爸來就是來吃歐巴煎 野館已經拆掉了嘛 所以這些傳統的味道 都是留在零下夜市 所以都帶了爸爸 大歐巴煎吃歐巴煎 然後他上次吃完歐巴煎的時候 我有第一個名片給他們的團隊 然後這次他有預告說 他略為奮領也會再來台灣 所以這次 來讓我們下一調 第一個提早的 第二個就是 帶了重量級的貴賓來了 他帶了張忠摩 帶了林百里 張忠摩夫婦 還有我們很知名的搖仁傑建築師 這個是超級重量級的貴賓 立定的人下夜市 所以讓很多人 因為明人的加持 我們現在夜市裡面好熱鬧 然後前幾天下大雨 好多的群眾 我們來朝聖 就是他曾經吃過的這幾個攤 大排場 我們在我們常說的雨中幾景 像大雨大家還拿著雨傘在排隊 這可以見證明人的魅力 像黃恆軒這幾次來夜市 他有沒有拿幾攤 是每次來林下夜市 他一定要品嘗到的美食 他記憶中最深刻的 就是圓圓上的瓦箭 那當然林下夜市有很多的美食 那他也都一一品嘗了 剛剛提到的水果切盤 然後沙拉船 雞蛋蔥油餅 這些美食都是他平常講 然後吃完了以後 一定要再來一個剉冰 所以他又到了那個豆花莊 去吃剉冰 這都是他一次來 一次要吃滿足了 他才會回去嘛 那這些兒時記憶 我剛剛特別提到 他爸爸那個年代 因為是在民國大概是四五十年的時候 那圓圓上面的紀錄 當時的瓦箭用的很可能是土雞蛋 所以當時的土雞蛋的口感 跟那種味道 是應該是他非常喜歡的 所以這一次他為什麼會在圓圓邊瓦箭來吃 連續兩次來吃這個瓦箭 應該是他爸爸那兒時的記憶 告訴他說 那個瓦箭喔 那兩個比較不一樣 那口味比較好 那因為圓圓邊瓦箭 他用的雞蛋就是類土雞的雞蛋 然後這是我覺得 可能是讓他勾起一些印象 所以他連續來兩次 因為他的台語比國語還更好 但是我的英語不行 所以他會大概講幾句 譬如說他的長輩曾經住在這裡附近 然後他就對這裡特別的有感 這個是他曾經有講 然後再者就是上次來的時候 他有預告說他六月會再來 那這也是他很親切的說 我愛國仔來 他用台語講我愛國仔來 就是他會再來 他很親民 然後讓你覺得好像 他就沒有距離感 他就很親切 然後他聽人說老台語 說我愛國仔來 這樣子 那這一次我也很榮幸 就是在他前幾天來的時候 剛好我其實已經在準備他會來 因為上次有講 他六月會不會再來 所以我就很榮幸 有這機會來接待他 讓他 導覽他 來去吃 他最想吃的花煎 所以 我在帶的過程 我問他說 你要到二樓呢 還是要去 我跟他說台語 要來離樓嗎 還是要來樓頂嗎 還是要來吃花煎 然後他馬上就回去 花煎好喔 我們來吃花煎 然後他用台語來回應 所以 那我感覺就是 像一個很親切的鄰居一樣 然後 然後 我剛 我常講的 不管你 官做多大 生意做多大 然後功成名就 揮煥很大 我相信 那兒時的美食記憶 是讓他永生難忘的 這也從 黃仁勳身上看到 然後 我們在黃仁勳身上 也看到了幾個 成功者的特質 第一個 孝順 第二個 感恩 第三個 很念舊 他一直 你看 他看到這些 傳統在做 癱瘓生意的 這些大哥大姐們 他一直很鼓勵 而且很 很 透過他的名人的加持 說 像那個 他另外一個夜市在賣水果的 他說 要你自己吃喔 你的水果好吃喔 他都會透過他的 那種影響力 去感恩很多人 來幫助一些 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讓我很敬佩的 然後也是看到這些 成功人士的 身上的特質